看一部电影提摆为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黄昏恋搞笑短片 注言有数 孤苦伶仃的哈利拿着结婚照 怀念自己的老伴 老伴离世后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周围都结起了蜘蛛王 他对着老伴喃喃自语 貌似下定了改变的决心 哈利拉开了窗帘 翻开了杂志 找到了自己心仪的约会对象 看着对方美丽动人的样子 哈利对着镜子深深叹下一口气 唉 他担心自己的年老色衰吓跑对方 不管那么多先洗个澡吧 为了好好完成这次约会 哈利可谓是绞尽脑汁 他先用磨砂刀 把脚上死皮搓磨干净 死皮多得如下血的头皮屑 然后招好衬衫 拿上化妆盒 坐到了化妆台 四处打亮台上的各种工具 第一步用八毛蜡 拔掉耳朵里的毛发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两措带血的白毛 拔掉了 第二步上粉 第三步涂粉底液 第四步给黄色牙齿 涂上美白液 第五步 去下洋娃娃的眼珠 给自己装上 第六步拉皮 这时啊 别针就派上用场了 哈利把自己松弛的皮肤 全部用别针 拉到了自己的脖子处 看上去年轻了很多嘛 就是隔着屏幕 感受到了疼啊 接着是染色 修眉 除皱 去口气 去鼻毛 修牙 戴假发等一系列之后 还差一个校正筋骨 终于 哈利出门了 这段史诗级的变装技术 让八十多岁的哈利 回到了二十多岁 这下 他可有信心去征服 杂志上的约会对象了 正如图片一样 约会对象 艾尔西 端庄美丽 还抱着一条狗 两人一起吃冰激凌 一起去海边 跑的时候 哈利的老骨头 还咯吱了一声 一切都很顺利 旧人那条狗 好像能够识破 哈利一样 对他很不友好 即便如此 两人呢 还是走到了 情定终身的那一刻 哈利把车钥匙 交给了艾尔西 保管 带着心爱的女人 出起兜风 凹凸不平的路面 差点让哈利的别针崩掉 沐浴在五毛特效的花海里 花粉像头皮鞋一样 让鼻子痒痒地想打喷嚏 艾尔西忍了很久 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打了个喷嚏 却让他圆形毕露 原来他的美貌 也是用别针别的 哈利被年迈的艾尔西 吓了一跳 立马踩了刹车 把车子停下 结果因为惯性 他的别针也绷不住了 哈利又恢复了原样 空气中充满了尴尬 艾尔西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早说嘛 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于是两位老人 从此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影片的最后 还另付了一枚彩蛋 其实那条狗也是个老狗 说好的做狗的基本信任 另外需要温馨提醒大家的是 视频里的危险动作 小朋友请勿模仿 好了 今天的就废话到此了 下期见了